畫面中可以看到大羽警力攻堅破門 一進入裡頭大喊趴下不准動 只見好幾名賭客圍在賭桌旁全都嚇傻 而且現場空間寬闊 甚至賭博設備都超級齊全 兩大洲的賭客這下也只能乖乖配合 當場全被擺先帶來看當時畫面 台北市松山警方日前撲獲兩處大型職業賭場 同時也查獲了上千萬的籌碼 另外也都逮到賭場負責人徹底清查 據了解其中一間賭場只有30歲的林姓男子在經營 在大陸裡裝有門禁設備來做掩護 沒想到警方掌握情資還是依破貨 後續負責人以刑罰賭博罪移送 另外現場賭客則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來採除